佛陀的沉默 当提问问题的人 还未去到有能力 去了解那条问题的答案的时候 佛陀保持沉默 佛陀面对特定的形異上问题的时候 他总是保持沉默 由于某些学者 误解佛陀的沉默 他们轻率地下结论 认为佛陀 不能解答某些问题 是真的 佛陀对某些问题 说是 或者不是 因为要避免对方更多困惑 当佛陀知道 提问问题者 还未有机缘去了解这条问题 又或者问题的提法错误的时候 佛陀原则上 是会保持沉默的 以下是这些问题 一 世界是永久的 二 世界不是永久的 三 世界是有限的 四 世界是无限的 五 我就是身体 六 我离开身体而存在 七 如来死后是存在的 八 如来死后是不存在的 九 九 如来死后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 十 如来死后是同时既非存在 亦非不存在的 佛陀认为 这些问题只会引发为 无止尽的争论 却对宗教的生活毫无帮助 所以他保持沉默 但是 我们不能够假定佛陀保持沉默 是因为他对这些问题无话可答 他保持沉默 是因为了解这些议论的真实性 但是普通人凭空想象 是犯了说得太多的过失 一条问题 丢给一个有学养的人 这个人 会知道是不是要保持沉默 同样的一条问题 由一个没有学养的人来回答 他可能 不理自己是否清楚这条问题 而胡乱回答一大堆 佛陀对这些问题的沉默 给回答他们上千次的陈述 更有深深的意义 因为 在我们的语言词汇里面 不能够表达真正的恩怨 或者非恩怨的事理 佛陀不是电脑机器 去答复任何所有问话的人 而不需要作出任何的考虑 他是一个着重实用的老师 充满了智慧与慈悲 他不以答复问题 来到表现他的知识 他只是帮助发问者 去理解途径 他经常跟人们说 记住他们能力的基准 个性 在一旁 以上是出自僧一阿含经 有关佛陀否定式的回答问题 物理学家勾培凯默说 举例说 假如我们问 电子是否保持不动呢 我们必须说不是 假如我们问 电子是否随时间变化呢 我们必须说不是 又假如我们问 电子是否静止呢 我们必须说不是 假如我们问 电子是否在活动呢 我们必须说不是 这样当人们质问 人死后的自我 佛陀也是这样回答 这些却不是十七十八世纪的 传统科学所能够回答的